我們都已經暫停出貨在外面 我們都已經正式對外 然後有做的功課 所以就是已經沒有在 俄國出貨就對了 眼神飄開鏡頭 腳步相當急促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 出席自家集團活動 親口證實已暫停 對俄國出貨 俄羅斯副總統 我親自寫信給你 希望華碩總統 俄羅斯的一切關係 我們今天專注在今天的信仰 很有政府的政策 正是因為這個月10號 烏克蘭副總理費多羅夫 親自寫信拜託華碩抵制俄羅斯 但如今卻被美國耶魯大學爆料 調查報告裡列出43家企業 無視退休要求 仔細一看台灣也榜上有名 被點名的鴻基表示 會密切觀察情勢 遵守國際間的貿易法律 也安置五位烏克蘭籍員工與家屬 維新也不約而同做出類似回覆 會遵守國際法律規定 重視人道關懷 至於華碩先前也發布聲明 指出對二出貨已經停滯 甚至捐出新台幣 電競筆電在當地試占率高達三成 就連俄國總統普丁也被抓包 無論在辦公室或開戰情會議 桌上放的都是華碩電腦 國內的企業在NB上面這邊的一個銷售 在俄羅斯這邊其實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營收佔比來看的話 大約是5%的最主要的廠商 其實這個佔比相對是在一個可控的範圍 專家不諱言企業對俄國實施制裁 短期內影響部分營收 就怕制裁動作惹火俄羅斯 衝擊當地的布局 畢竟進商延商跟不跟進抵制 都是兩難 歡迎收看國際傳媒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